RTIS 11.5的塑膠寶桿 大家好,我們這邊是台灣JETC 這樣跟各位介紹的車型 是RTIS 11.5的塑膠寶桿 我們現在做一個簡單的安裝教學 寶桿是塑膠件的 內側有做螺絲的鎖點 在這邊 安裝的時候,原廠這邊有個排扣 有兩顆螺絲可以鎖 兩顆螺絲拆除之後 排扣可以輕易的拿下來 拿下來再把這個螺絲鎖回去 之後就可以進行安裝了 我們來看保桿內側 前保內側我們也有設計 螺絲牙可以做 我們就是把這兩個螺絲先安裝 把牙棒裝上去 好,都裝起來了 裝回到這個洞裡 基本上前保桿就固定完成 我們把螺絲扣到葉子板的孔位 從內側 鎖在身後內側去用工具把它鎖起來就OK 來,我們扣扣看 看到了齁 引擎蓋打開一共有三個螺絲 一、二、三 中間的是水洋罩的固定螺絲 用轉上去的 左邊跟右邊分別就是它原廠的扣子 只要對到洞放下去 扣起來 扣起來 好,這樣完成 這個面罩呢 就是提供分色做使用 後面都有貼雙面膠 雙面膠撕掉 裝上車進行黏貼即可 下方有一顆螺絲可以固定 在這個方向 黏起來之後 鎖螺絲縮起來就可以了 上面有個鼻頭 這個是我們設計的鼻頭 最後是做調整用的 用黏貼的非常好安裝 背面都有雙面膠可以貼 我們撕掉之後 依據引擎蓋本來的縫 做調整 那調到你最適合的縫隙之後把它黏貼 黏好之後它密合度就會非常漂亮 這就是我們設計的塑膠套件 請訂閱開啟 訂閱開啟 後保桿一樣是塑膠材質喔 做的分割的 上向兩間是可以拆解的 也有網址的設計 包含它有反光片可以安裝 也可以改成是 就是有燈會亮的這種燈條 基本的這個倒車雷達都會有 我待會就來看它試裝上去的密合度如何 一顆螺絲從這邊直接鎖回去就可以了 原廠鎖法 保桿內側的這4顆螺絲 側面的排扣是把內裝撥開 用手進去用工具在這邊鎖就可以了 裝完再把內裝歸位 設計也蠻貼心 它有分前保桿後保桿包含側裙 每一個零件都有自己的配件包 標示清楚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後面的配件包 支架專門就是拿來用在保桿下方的固定 把它拆開 現在的支架下面有扣子 支架扣原廠為之就行 好扣到 夾起來 我們只要把螺絲 從下方對著這個螺絲 然後把它鎖起來 這下面支架就完成了 這個是這邊的架子 後方也有個支架 那一樣是用這樣的扣子 好扣住 扣起來之後 下方這邊一樣有螺絲可以支架 對著螺絲 用我們附的螺絲把它鎖起來 好這樣工具轉緊就可以了 OK